我們這款擺弧裝置的設計非常輕巧 而且容易使用 上方總共有六個控制鈕可以讓你去做控制 我們在初期使用的時候 只要利用這個撥鈕 把你的焊槍角度調整到你所需要的位置 設定好之後 啟動它 它就會開始根據我們所設置的參數做擺弧的動作 如果你覺得擺動的頻率不夠快 你可以透過這個旋鈕 去加快它的擺動頻率 或者是說你覺得它擺動的陣幅不夠大 第二顆旋鈕 可以加大它的擺動的陣幅 下方另外兩個旋鈕 分別設置的是 左側的停止時間 以及右側的停止時間 舉例我們現在設定左側的停止時間 它就會在左邊的極限停留比較久的時間 如果我們今天設定的是右側的停止時間 它就會在右側的極限停留比較久的時間 因此我們可以很輕易的去設定我們所需要的擺動的擺弧裝置所需要的功能 以及它的政府